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叫邢丹丹 我来自黑龙江奇迹哈尔市 我想找一份教务有关的工作 谢谢老师 想问一下丹丹 你今天这身服装 和你接下来的展示和求职的内容 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 因为相对来说 这套服装有一些特殊 也显示出了对我们节目的尊重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得体的 是的 老师 因为我是一名 就是之前从事过成人舞蹈 然后成人形体 然后我想穿这个服装 能够展示我的专业 但是您这个专业是幼教专业 对 然后你的简历也相当地简单 只写了18年到20年 丹丹舞蹈是以你名字命名的吗 一个小的工作室 然后做舞蹈老师 想问问你是怎么学上舞蹈的呢 之前在幼儿教室的时候 然后就很喜欢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 因为家里条件有限 没有自信 然后身材也不好 当我工作之后呢 我就接触成人形体和舞蹈之后 特别喜欢 然后就放弃了我的幼教工作 开始专注这个 不做幼教了 就专注这个成人形体舞蹈 从事之后呢 感觉自己有了自信 然后形体发生了改变 那你当时放弃幼教专业 专业学这个的 对吧 就说在观念相对来说保守的地区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管是男孩女孩 家里肯定都是最乐意的 你投身到舞蹈这个领域当中 又不是科班出身的 就家里头就任由你这么折腾吗 不支持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很不支持 而且我家乡也不认可这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成人形体舞蹈 带到我的家乡 然后就开始教课 那能让老师带着我们学学吗 可以啊 那您就选几位啊 这个一看身体形态就不太好 然后呢 也不太协调了 那我想请这面绿色衣服的老师 还有中间这个 正好三位老师一起 可以吗 这三位老师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那个特别不协调容儿老师 把它给调整一下啊 她非常不协调 杨蓉和陈薇还有那谁吧 玲玲吧 来 有请 老师 来 我们一起把脚打开 为了幅度更大 我们把手先朝外 抬头 对 把下巴可往上抬一抬 拉伸我们的颈部 手臂放松 小腹收紧 好 把胸抬一下 把胸向外 推 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推胸腰 好 收回 手肿夹在一起 玲玲你是投降了吗 对 再称一称 胯往左边顶了 手往上抬 旁腰得到拉伸了 胯也顶不去了 更加练出于身体的线条 换方向 胯往右顶 对了老师很棒 手往上抬高一点 我们加快尝试一下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左右 左右 好 好了 老师 好 谢谢丹丹 也谢谢我们三位企业家 我有个质疑 这个跟我其实也密切相关 我就觉得您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 你一眼都没看您的学生 如果说他们动作哪做都不到位 是会受伤的 而且你在说非常好非常棒 你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你知道做成啥样你知道吗 我的膝盖就是练于架头伤到的 我特别记忆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就是说 没有进阶 但是要安全 好的老师 我下次注意 先说你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发音 然后你的动作自己都比较到位 然后面对镜头 面对学生都不怯场 还蛮好的 然后发力的点也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像刚才说的 你是在教学 你需要让我们 看到我们 你关注的点应该是学生 然后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刚才你会说 拉一下脖子呀 那我们专业的课一定会说 我们要提升你的天鹅颈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腰窝 背窝 你的富贵包 但是在你的课程当中 我可能都没有听到 这些相关的专业词汇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在系统性的教学 这方面是应该你提升的 现在只是你自己会 但你不会教